各位,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我是主持梁君宇,在我身邊有詩詠卿先生 以及詩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詩先生,這段時間我見你寫專欄,也有評論過美國大選 你認為,如果特朗普選到的話 還有兩個月時間 究竟對整體經濟,無論美國、中國、甚至香港 有甚麼影響 我覺得,無論特朗普選到,還是拜登選到 美國對中國的定位,都不會改變 甚至我認為,在北京方面 可能覺得,特朗普選到,對中國會有利一點 特朗普破壞力很強 他破壞了美國和民友的關係 如果拜登上台,外交手腕比較好 對民友尊重一點 拉起民友,一起去對付中國的機會 可能更大 特朗普經常都說,美國優先 又不肯給軍費 又要別人遷就他 或者參加了國際協議 中途、背信、棄議 這些都是,對他的國際關係有破壞力的 另外,特朗普對國內的社會矛盾 都沒有緩和 他惡化的機會多些 例如,最近他去威斯康辛州 有一個槍擊事件 他基本上的取態 以香港的語言,就是支持警暴 他罵地方管理人員懦弱 他會出動軍隊,去維持秩序 社會矛盾會激化 有些城市,由上次黑人被跪死 一直都有示威 是否他耗絕 他的支持者,就斑馬操下去 駕駛車,舉著標議旗 便挑動群眾,鬥群眾 美國的情況,內部矛盾會惡化 種族矛盾,貧富懸殊的矛盾 在中國來說,美國跟他作對 美國自己的問題多些 拖他後腿,比擇中力量好去對付中國 另外,特朗普對美國的全球形象 美國一向,不可以說一向 起碼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講全球化,市場開放 公平競爭,人權無疆界 宣揚了一連串的普世價值 但是,這麼辛苦建立起來的東西 特朗普的行為,是自己拆自己台 對非法移民的處理方法 要在墨西哥建場,隔開別人 很多做法 令人們懷疑,美國是否真的相信自己做那套 例如,美國受到國際法庭 說他煩戰爭罪米阿富汗 美國很可惡,連法庭人員都要制裁 跟林鄭不相差太遠 一樣要凍結財產 不讓人出入境 連職系家屬都要嚇人家 別人覺得,是否真的主張人權 他自己有個親信被判刑 剛剛判不久就突赦 不是因為社會因素突赦 而是因為幫他賣命 用行政手段去干預司法獨立 跟美國鼓吹的東西不同 所以特朗普的存在,會破壞了美國以前打下來的根基 可能在北京的想法就是 給他上,讓你炒禍自己 所以我自己覺得 北京去炒禍美國大選的機會比較少 可能落於見到特朗普當選 施先生,你認為特朗普在動業美國的根基 投資市場後得怎樣看 拜登和特朗普選到金融市場 你預計會有什麼反應 誰會受歡迎一點 第一,市場不喜歡所有的不確定性 現在美國恐慌指數的Vex futures 11月大選時間都特別高 大家都希望能夠在大選 不確定性完結後,重新去投資 所以過了之後,理論上大局議定 應該整體市場就少一個未知數 你覺得無論誰上 都不確定性減少 選都選出來 誰上都升 短線的時間 確定之前已經升了不少 這幾個星期都經常創新高 當然要大破突破 但我自己 如果真的關於選舉之後的結果 我自己覺得 其實有機會對中美關係 其實有機會是會差一點 第一,如果說 假設特朗普想繼續連任 其實第一,你想想 這段時間,他將中國牌 在他的政綱都排得很高 排第3 而因為這件事贏了 其實他的心理都覺得 其實繼續打這個中國牌 令到他未來的4年 是更加能夠 功績更加強勁 有可能 過去幾個月 由於他自己的精神 都是集中 某程度 他要放在競選上高 所以會不會是 在選完之後 他的時間當出來 令到中美的關係上高 其實有機會重新 好像之前的軌跡少少 繼續在這件事做多些功夫 但我自己通常覺得 有時競選的時候的需要 和競選後的需要 是不一樣的 競選的時候 他覺得打中國牌 會刺激美國的民粹主義 民族主義 覺得他是為國爭取權益 態度堅定 會拿到票 但是做這些和中國 壓制中國的東西 全部都有後遺症 你收到關稅 可能 去美國的貨品 增加 人們零售的時候 可能要 將關稅轉嫁給消費者 美國人的生活成本會上升 其他有些生意不允許華為 華為可能在農村地區做的 是平價貨品 你沒得做 亦都是影響美國利益 華為在美國都有些廠 分公司 全部撤走 這些是為了政治上 拿選票 做了一輪姿態 到他真正選到 他就不需要靠這些 他可能真的想經濟上 做出一些成績的時候 就可能 會採取溫和一點的路線 我就 傾向他 當選後會現實一點 未當選之前 就要辦事 這是另一個角度 如果現實一點 反而對經濟會好一點 因為他已經第二任了 不用再想連任 不用再想連任 如果他經濟上取得成績 他就會繼續在經濟上爭取成績 如果經濟上沒有成績 就可能要靠這些政治 去為自己爭光 特朗普選到的影響 會否金融市場對拜登選到 有否負面的正面看法 因為有一種說法 拜登可能沒有那麼刺激經濟 令到息口有機會上升 浩德,你怎樣看 假設拜登 大家有一個寄望 第一,特朗普 過去四年做的事 有機會有一個很大幅度的轉變 但我覺得 如果對中美的關係 可能 長期的關係 已經改變的方向 仍然繼續 但會否這麼極端 可能有些不同 如果留意一下 拜登的整體政策方向 就比較福利主義一點 所以 他上台 其實對股市 某程度 可能都未必是那麼利好 尤其是美股自己來說 因為始終他們 福利主義下 他們可能派堂的機會多 他們對開清新的稅務會多 對企業又不是那麼客氣 商界會背重一點 所以這件事對美股反而有少少利淡 當然,現在兩者 看回最新的民調 似乎都是比較難估 都是五五波 誰最後勝出 現在真是未曾可以下結論 但是 我基本上同意你說 拜登上台 未必最符合 美國的資本家的利益 另一方面 歷史上 民主黨上台 其實 很多時和中國關係 更惡化 因為港議適應太多 你和中國建交是 Nixon 共和黨 即使 在列根時代 反蘇反得很激烈 但是 和中國關係 都比較現實主義 但是 民主黨上台 就會說 多些人權 多些政治上的 改革 我相信 中國未必想民主黨上台 另外 民主黨總統 打仗的比率都高一點 表面上 表面上不想打 不想打 但是 不打不打 就迫到你要打 擺到姿態 要打 大家反而會慎重一點 不會走過界 可能拜登上台 資本家負擔會多些 會不會從而影響 美股 美股這段時間 真的不斷創新高 升到一個地步 大家都擔心 會不會 已經是有泡沫 好得 你怎樣看 這段時間 其實美股真的要做少少減持動作 我們之前都經常說 現在 美股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引得太多錢 令到整體 例如 美國的長息 如果扣長通脹 已經負 所以 很多錢 去到資診的價格 其實比我們以往覺得很極端 尤其是這段時間 你見到 其實美股的動力很強 所以一路一路升 當你見到 亞洲地區、歐洲地區 其實這段時間 去到這裏都見到有少少所謂的阻力 美股完全都不停 所以我覺得 現在是否要超買 問題就是 會不會有回調 以及回調得多急 才是一個 投資最最關心的問題 索羅斯一早說 泡沫化 好像連賣美股都沒有賣 好像沒有參與 詩先生,你少評論股票 或者股市 你會否評論美股 是否這段時間 如果賺錢 可能要取少資金 我自己都認為 有泡沫 但有泡沫 不是代表 不能再升 我自己傾向 譬如 現在 你持有的股份 已經超越了你原本打算的比例 贏得那一節 你便套現 譬如你賺10% 現在 去到15% 你便賣5個先 如果他再上 你都還有10% 在處升 當然 可能會賺少了 但是 你先取消資金 都可以考慮 因為你需要有些平衡 譬如豪德斯基金 有沒有這樣的股票 你本身打算持有的比例 近來升得太多 就突出來了 你會否做些減遲 如果有的話 上星期我記得David 都在這個節目中問過我們 大家如果今年有留意 C基金的十大持股 我們有部份的美股 大家都可能認識 一隻就是Tesla 一隻就是Zoom 我都說過 我一直 只蝕不只賺 我鼓勵是 只蝕不只賺 你選擇好的股票 如果你能夠 盡上升浪 就應該不要那麼快 但我今次可以講 更加具體的比喻 就是 對著這些股票 大家當作買了一箱很漂亮的紅酒 一箱漂亮的陳列紅酒 你從來都不喝那支紅酒 你亦都 不能夠好好享受 但你一開始 喝完它 亦都是浪費了 所以我的策略 應該就是 它升到差不多 你可以 減少開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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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我們這個星期都有 例如說 大家看到Zoom 大家都在媒體上留意了 單日升了40% 我們當日 也有儘量減少少 贏得多 我覺得 捉到六當時間 脫少少局 都是可以的 很多人都想知道 Tesla 你怎樣處理 Tesla 其實我們在175 當日 事實上上升了十多個百分比 我們當日 都沽了少少 事實上 但當然 我覺得 現在持股量過不過10個百分比 不過 因為這段時間升得比較急 其實都被動地變成我們最大潮 科技股可能有少少 要喝紅酒 喝少少少 如果是 可能說回其他資產 黃金 兩位 怎麼看黃金 好像有些阻力 整個八月 波動 沒有特別大的升幅 會不會 已經是通脹見頂 還是 頭一頭會再升 八月份 金 整個月來計 不算一得多 年頭到現在 都升了兩成多 都不太差 因為年頭 是1400多元 詩先生 我記得我們都說過 詩先生 我都挺看好 短線可能要考慮的 現在股市那麼暢亡 金會不會作為一種 避險的資產 會不會被股市 搶了風頭 蓋過了 短線我覺得 不出奇 因為大家 尤其是經濟那麼急 經濟太差 印出來的多餘的錢 其實金就比較穩定 因為買公司 怕公司盈利下跌 金就沒有這個問題 不過我自己 對金的看法 我自己都仍然 看得比較好 第一 我們都不是很短炒 如果從資產角度去看 我覺得 其實未來的 這個低息環境 仍然會繼續 最近 聯儲局都說過 將政策目標 改變 以往 一見到2%的通脹 他就要開始禁止 現在 他的字眼 是一個平均 2%的通脹 都有一個容忍度 簡單一點 我們之前說 可能2022年5加息 可能現在 再遠一點 才會做這件事 這件事 對金也是好 尤其是 如果說得 這機會說 其實比較深入一點 如果看我 對整個商品的周期 其實會出現 多大變化 因為其實不知不覺 印了那麼多錢 其實市場對通脹的預期 其實開始高 如果用具體一點的參考 你看看10年美國的債息 現在是 0.6 0.7 但如果美國的扣除 通脹的10年債 其實是 負1% 即是 市場已經 開始 Price 通脹接近 迪士高位 2% 通脹高的時間 根據過往的經驗 商品都是比較利好 所以 北非特最近都買了一些 日本的商品交易公司 都可能 某程度是因為這件事 施生 你怎麼看 近來的走勢 會有些令到你改變看法 我自己 見根在這個水平 徘徊了一段時間 沒有再出現突破性的發展 譬如 5、6、7 就差不多 216都上升 上升了那麼多 回一回氣 我覺得 亦都是正常的 如果 打穩基礎再上 就會有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升幅 如果你 一升 之前升了又繼續上升 可能現在都要回 我自己談 在 他未有 好大突破前 我就不會追貨 新日市的人都 穩陣一些 會好一些 寧願 創新高 肯定 2000 這個心理關口 是的 譬如 先生 我們說金 很多時候 相反就是 美金 或者美元 你們倆會認為 美金 現在又忍耐一個 比較高的通脹 又可能更加長時間 不加息 究竟會否影響到 美金的地位 我自己認為 一定會影響 當你發鈔越來越多 你的購買力 當然會隨著下降 當你發鈔越來越多 美金的購買力 一定會下降 另外 現在 美國 威脅對中國 做這個制裁 另外 對伊朗 亦都不放手 委內瑞拉 古巴 你越是限制別人 他現在 制裁別人的一個手段 就是不可以用美金 這個又不可以用美金 那個又不可以用美金 美金的流通能力 不是降低 以前美金為何那麼威風 就去哪裡都買到東西 如果他說 連中國都不可以買 但美金可以使用的地方越來越少 如果你說 你有錢 不可以去兩個超市買東西 你就很不方便 中國是 出口最多的國家 你不可以買他的東西 美元的 價值就會下降 所以他越是 周圍去威脅 我不讓你用 我不讓你用 沒有人用你 你是因為 流通能力強 才會成為儲備貨幣 流通能力降低 你的儲備貨幣的價值也降低 所以我當時說 美國不會輕易出手 不讓中國用美金 因為對他的打擊 實際是 美國 即是美元 本身的 不能賣中國貨 他的價值就會消散 所以美國的 美元的前景 的確令人擔心 今集 最終是一個彩蛋 因為浩德 對於這隻股票有一個預測 浩德會跟觀眾說一說 我蠻大膽的 是關於近期市場 一個比較大的新聞 大家很關心北水買港股 這星期恆新指數公司 說了一件事 有幾隻 生物科技股 由於有盈利 擔心不能夠通過北水買賣 所以將它從相關的 互港通指數拿出來 大家市場上的反應比較差 例如其中一隻股票 我們經常講的 101順達生物 雖然它本身做得很好 但因為這個消息 令到股價受壓 我們 私基金有個分析 認為 大家細緻看相關的要求 其實港股 要納入北水買賣 需要成為恆新綜合指數的大型指數 或者中型指數 在8月14日 恆新指數公司 已經將 101項放入指數 最新上星期五的公告 將互港通相關指數拿出來 我們大膽的推斷 在9月7日 上交所定期的 筆水買賣名單檢討 其實仍有機會 可以成為北水的買賣 當然我沒有內外消息 不過我純粹覺得 以公開資訊 現在市場對 這群股票 所謂B仔股 101 這些信紮生物 其實突然間 有一個幾技術性的負面消息 由於不能夠給國內的資金買賣 所以股價受害 有沒有跌了一些 單日那天 應該是星期一 跌了10% 我沒有留意那麼多細緻 但是你覺得這次的下跌 是人迷的一些 當然 可能是 創悟的決定造成 將來會更正 第一件事 因為 骨筆水買賣 其實當然影響 股票的需求 但是 本身公司的價值 不是受這件事影響 而第二件事更加判斷 未來星期一 我覺得 市場 一致 已經覺得 沒有機會入到 北水 但是根據我的理解 9月7日 最終的決定權 不是恒生紙售服務公司 而是上交鎖 各位觀眾 今天我們錄影時 是9月3日 9月7日 就知道 是否會中 最後一問 資金會否持有101例 我們有買 證股 亦為了這個部署 我們有買一些衍生工具 當然 其實就是一個 輸又輸得 堂贏又贏家廠的機會 大家想聽更多一些 好得的主要分析 記得留意 Facebook 或者Web page 今天的節目到此 謝謝大家 請就 roll Coh or Coh tighter 總 in 形press 大 給鼻子